各位同學 大家好 接下來工程老師要來介紹的是第八點 它是解剖等式 我們看一下題目第一 第一小題是決定值 x-2 的決定值小於6 我們記得就是說 如果 y 的決定值小於一個數的話 這個數正的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y 應該接在正負的 b 之間 所以同樣道理這個 就像是 y y 小一個數 所以這個數呢 整個數就是 x-2 就是 y 會接在我們的正負六之間 正負六之間 所以原式就可以變成這樣 原式 就可以變成這樣 那我們要求的是 x 的範圍 那它現在有-2 我們就通通加2 每一個都加2 所以分6加2就是乎4 那這個就剩下 x 這個加2就是8 所以我們給不到 x 的範圍 就在分4到8之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第二小題 好 第二小題呢 當然是小於 現在是大於等0 那大於等0的話 同樣道理如果是 y 的決定值 如果這個大於等 b b 也是一個大於等數的話 那麼它應該是 y 就會大於等 b 或者 y 要小於等於負 b 好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在這個題目上 在這個題目上 在這個題目上 這個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y 是這個應該是 那這個就是 y y 大於等於的數 所以可見呢 可見呢 我們的 y 呢 就是 這個是 y 大於等於這個 y 或者這個 y 呢 可以得到 2x 就大於等1 加3一過來減3 一減3是負2 或者這個 這加3一過來減3 一再減3就減4 好 那這個通通數 除以2可以不到 x 就大於等於負1 那這個通通數以2 就是 x 會小等於負2 好 所以我們的答案呢 就是 x 大於等於負1 或者 x 小等於負2 好 真理會了嗎 謝謝大家